今天潛力股是說哪一隻呢 說基建股 基建股這段時間其實密密地慢慢地上 所以什麼原因呢 不知是否和拜登、拜老頭子的基建計劃的關係 之前一說的基建計劃就衝了一陣上去 說完之後就下來了 可能發覺說一說一說一大 一萬多兩萬億 其中其實拿來 真的下基建可能只有三四千億 計算了 應該是三四千億左右 其實都是杯水車身 一些不是很厲害 好像說起初是三萬億的 說到百萬星 結果只有一個講字 所以刺激就沒有那麼大 但是無論如何 雖然它最後是報帶收小 但是基建股不止一隻 很多隻都是見到類似的走勢 這隻相對是比較漂亮的 這隻是中交建 老股民一定見過這隻股份 這隻其實還是被美國制裁的 真是慘 無論如何 它技術走勢是不錯的 因為看到它營造了雙底 一個底 兩個底 而且頸線還是穿了 穿了它會落上去 而且還穿了保力交通的頂部 今天即使它回少少 叫做逆市下跌 雖然今天股市升很少 13點 但它也逆市下跌 逆市下跌 但是仍然受到保力交通的頂部 所以可以留意股份 特別是今天 你陰陽足徒先來一枝陽足 今天整枝陰陽足來探 叫做什麼呢 淡油返宮 淡油返宮之時可能會有回一回的可能性 就是比較大的可能性 所以可以等它回一回 每回考驗 就逼近或者考驗 保力交通的中途 大概20天線水平 可以拼一拼 拼它再上 因為除了剛才說的小雙底之外 你看到一條平均線 你都要開始想形成一個線形 一條 第二條 兩條下降軌的了 三條就成線了 所以如果這次鑽下去 再衝上去那陣子 有可能就成為線形突破 線形突破加上雙底 當然技術走勢 就更加分一點 所以就可以留意 不妨保力交通道的中途 或者下方做指示位 後位買入 拼它 最終突破 就衝向比較高一點的水平 上面的阻力位 這個是其中一個 就近一點 沒有什麼肉食 你真的要拼它 就上到這個挑戰回來的位 就才有些肉食 就四角八道 可以這樣留意 不過 總而言之 它的下跌風險 相對小 因為線形突破了比較久 有些就承托 所以可以留意一下這隻 對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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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